你知道嗎 看似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伊朗 是全世界執行變性手術第二多的國家 2005年起 政府還補助變性手術的費用 但政府鼓勵變性手術 卻讓同性戀者被迫改變性別 故事要從1980年代說起 當時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認為 如果一個人被囚禁在 不屬於自己性別的軀殼裡 他有權利擺脫這個性別的束縛 所以霍梅尼決定推行變性手術合法化 然而這項政策在社會普遍認為 同性戀是生錯身體的氣氛下 反而變成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基本要求 因為在伊朗同性戀是犯罪行為 同性間的性行為甚至最重會被處以死刑 從1979年起 已經有超過4000名同性戀者被處決 遭到其他刑罰 被關的同性戀者更遠超過這個人數 因此同性戀者只能接受變性手術 換取合法的身份或是乾脆逃離 而鄰國土耳其就成了他們的避難地 相較於其他伊斯蘭國家 土耳其有較為開放的社會觀念 也是唯一舉辦同志遊行的穆斯林國家 甚至在難民地位公約顯明 土耳其可以提供庇護 給因為性相及性別認同等因素 而遭到迫害的難民 我們或許很難想像 在伊朗的同性戀者承受多少壓力 性別的傾向不應該是一個標籤 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 擁有夢想 跟我們一樣都值得活在一個不需要懼怕的社會